香港民眾27號打開國泰航空網頁嚇一跳 發現已經不能購買12月30號以後 香港直飛北海道和沖繩的航班 疑問才知道 是因為大陸邊境即將大鬆綁 日本緊縮的不只是大陸航班 還包括港澳航班 從30號開始都只能直飛東京成田雨田 大阪關係和民谷屋中部四座機場 北海道福岡沖繩是香港人最愛的度假聖地 有香港旅行社業者表示 一月份已經有兩千多人訂了直飛機票 現在恐怕都會被迫取消 估計業績會掉四成 第一措施應當科學適度 大陸防疫鬆綁包括增加往返香港的交通運力 但眼看大陸疫情還在高峰 香港狀況也沒有完全平穩 香港議員就怕放寬通關後 醫療量能更吃緊 內地來香港有14萬人 如果我們現在一下子放開 他們會不會一下子比14萬更多人過來 到時如果確診的人數 是以萬計每日兩邊的醫療體系 究竟是不是承受得了呢 害怕香港醫療崩潰 有議員建議可以先限制每天到港人數 第一階段開放兩萬人 再看雙邊醫療情況逐步增加 港府對於通關問題表示正在討論 最快一月中旬可以執行新方案 TVBS新聞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